是一线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不用特意去学医学英语 你就把我们的PowerPoint里面的 出现的这些单词都认识了 几乎就够你考试了 那么NZ就是酶的意思 那么酶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蛋白 所以呢 那么它一线酶也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呢 你看下面这个图你知道 你看这个图啊 这个管子啊 是我们看这个 场景的时候插的管子 但是因为它这个管道呢 你看我这个小的鼠标 这个大 这个是胆囊 那么你看这个肝脏 它从不同的部位 最后集中在这个胆汁 进到这个胆囊 胆囊以后 它有个胆总管 一直往下走 它往下走以后 它是跟怎么样 跟这个一线的一总管啊 并合并起来 你看这个后面 这个有一个阴影部分的器官 这个就是一线 那么一线 那么一线的管道 和胆的管道 最后合成 合成一起 进到通过这个 DUODUM DUODUM就是十二指肠 那么十二指肠 就有个孔 它进去 然后进行消化 那么胆 胆你是分解这个脂肪 一线分泌的这些酶呢 也是分解蛋白的 所以它们两个一起进去 食物下来 在十二指肠 小肠 就很好地被什么样 消化吸收了 吸收就进到这些小的 静脉管 肠捏膜上面的 肠上面的 这个毛细血管 然后呢 这是静脉 进到静脉以后 它再回到这个门脉 肝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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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个肝脉 肝脉 所以所有的营养物质 实际上是从静脉 输送到你的肝脏 我为什么现在讲呢 是因为日后 我们讲肝脏的时候 需要这些知识 好 那么 当然 如果你有胆结石的话 我们就给你做这个碎石 可以 碎石 胆部的碎石 排出来 实在不行 那就只能是 切掉 那么我们肯定是 先用非手术的方法 所以就是 在胆结石 或者是药物的治疗 那么如果药物 我没有特别提的话 说明它不是重点 那么 还有就是这个ERCP 它就是手术 这个非手术 也是这个体外的方法 还有我们可以用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我也是没有人真正会考你这些 但我希望 他可能会说 这个手术病人 手术后这个病人怎么样 那么你还是要熟悉这些单词 记得我们上次谈到 ECTOMY Ectomy 就是切掉的意思 所以那你前面 你已经知道 CHOL COLAC 就是什么样 是胆 然后呢 我说中间两个单词 一般都是用AEIOU I呢 有时候就是Y Y也可以被用成原因 所以它这里用Y来连接 那么就是这个 或者是说CYS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个囊的意思 CYS是细胞圆形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胆囊切除 你可以用这个三个词拆在一起 可以 那么至少你知道胆了 你知道切除了 你就不会担心 你不懂这个题目了 好 那么当然你可以是 腐腔的OPEN 这个OPEN 开腐腔的手术 你也可以用这个 Laposcopic 腐腔镜来做这个手术 那么腐腔镜呢 实际上在 哦 那个白人是很普遍的 为什么呢 白人的 他的胆囊是垂下来的 自由的 不粘粘的 我们中国人呢 亚洲人的胆囊 很贴在肝脏上 相对来说 手术的难度会增高 那么这里就又出一个话题 就是引流 你看这个T-tube 所以这里就想介绍你 什么叫T-tube T-tube就是你有一个T字形 你看这个引流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插进去 这个绿色的一个小管 然后呢 它是一个布条 布条以后呢 再变成管子 出来 那么引流 所以这个就叫T-tube 那么下面介绍的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叫Jackson Parade Dream Dream就是引流 Dream 那么Jackson 这个一定是发明人的名字 Jackson Parade 他发明了这种一个 像那个橄榄球一样的 这个引流的一个胶囊 一个球啊 那么下面可能是T-tube 对吧 然后呢连接到这个管子 那么主要的一个重点 它是要你先把这个引流 时候把这个球给压扁了 这是目的 你要压扁 当每次你倒掉这个引流液以后 你要记得把这个球压扁了 它就比较有负压 能够出来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你倒引流啊 这些是用干净的手套就行了 你不需要无菌的手套 因为它是已经属于是 它不是无菌的状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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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